Code Excited Linear Prediction 那所以 最後我們來看一段說 我剛剛一直跟各位這個強調說 這個 Lamson Derby Argument 或是 Linear Prediction in general 那他們在我們的這個 現代這個語音通訊 數位通訊裡面佔有很重要的一席之地 那這個呢 我今天這張圖影片跟各位介紹的是一個 叫做 Code Excited Linear Prediction 那縮寫的也許CELP Code Excited Linear Prediction 那這個技術它有很多的 其實它最早是在1985年 AT&T在發Depin的conference paper 那後來就經過了這麼多年下來 也許差不多陸續20年之間 它有許多這個 這個不同的這個 形式很多公司都開發他們自己的版本 不過大致上的原則 今天跟各位介紹是其中一個example 那就是說我們來介紹說 Linear Prediction 它確實在這個 Speech Code的裡面 有做 都 植入在許多的系統的裡面 都用到這個Argon 都用到這樣子的這樣數學技巧 那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整個概念是怎麼一回事呢 它首先我們這個 這個 Speech 要帶壓縮的這段子 Speech 我們希望能夠用最精簡的方式 把它表達出來 最精簡的表達出來 然後最後最後我們看到說呢 送出去的東西我們是 Source and Filter的 Separation 總之想辦法要用最精簡的方式能夠算出這個 Filter 以及所這個 這個 算出所對應到的 Excitation Source 這個就是所有 Linear Prediction 所以當然我們就是走了 它這條有好幾個路徑 所以上面這個路徑就是簡單的 基本上就是 Linear Prediction 那中間的步驟我想不用太強調 它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那些 Coefficient 它可能可以轉換成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 可以轉換成類似這個 Reflectances 這些 Coefficient 那一個小地方 Reflectances 因為它的這個範圍是介於 0到-1跟正1之間 所以它等於是說 我們要再做這個 Quantization 做量化的時候 它的那個 Stiff Size 是很容易決定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小優點 不過呢 後來他們就發現說呢 要用到這個 所謂的 Vector Quantization 像量量化的技巧 那總之呢 我們這些假設說的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都能夠用很精簡的方式 能夠表達出來 也許一個 Frame 本來有好幾百個 Sample 那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Coefficient 也許只有12個 Sample 15個 Sample 那是 這裡面已經達到一個大量資料壓縮 是吧 那答案就沒有那麼單純 為什麼有下半部 那我們繼續來解釋 為什麼沒有這麼單純呢 這個原因是因為 因為說 我們想像 如果做完了這個 Source and Filter Separation 當然這個 Filter 部分的 Coefficient 是可以很經典的描述 它的數量這個 到底有幾個 Coefficient 是遠少於原來的那個 波形的這個 總構手續要資料量 但是其中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不好好想的話 那個 推估出來這個 Excitation 仍然還是需要去傳輸啊 某種程度上面 還是要把這個 Excitation Source 的 Information 能夠傳輸出去 那現在問題就來了 那問題來就是說呢 Excitation Source 它的總長度 跟原來這個 Speech Signal 總長度是完全一樣的 所以這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壓縮的 好像乍看之下 就沒有任何壓縮的可行性 那所以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怎麼辦 所以就有分兩部分來拆解 首先呢 他們發現說呢 如果真的想要去描述 Excitation Source 但是又不能直接把它 每一個 Sample 直送出去 因為它完全沒有去做 Data Compression 那所以 他們就發現說呢 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發現說 語音可能它的這個 Pitch 它的這個音高是蠻重要的 所以我們先來做一個 Pitch Estimation 算出來 那也許它的這個 Fundamental Period 就是把它當作一個重要的 Information 好嗎 那 所以在這個重要 Information 裡面呢 我們可以發現說呢 把這個 Pitch 的成分 Harmontic 的成分拆掉後 剩下的東西 可能是一個人的賞音所獨特的地方 那賞音所獨特的地方 到底要怎麼樣來做最精簡的描述呢 這也就是所謂的 Codebook Excited Linear Prediction 它說它優越 它厲害的地方 他們去想像到說 也許我們 instead of 傳輸整段的這個 excited source 這看起來也許比較像 Random Signal 那這個 Random Signal 我們乾脆說呢 就提供一個 好像叫做碼本 所謂的 Codebook 就是說呢 這裡面呢 提供一些的 範例一些 Template 一些 Template 那每個 Template 就當作是一個 那用這些 Template 它每個 Template 就有一個 Number 一個 Unique Number 比方說從 1 號到 1024 號 也或是說到 512 號 那所以說呢 很簡單 我們就是把這個 不能夠描述的部分呢 去在這個 Codebook 裡面 去找一個最接近的 Template 那我們要 那這個 這個 Codebook 它是 它在這個 這邊是 現在這張圖所示的是 這個 Encoder 它在 Encoder 跟 Decoder 這兩者之間的都有做分享 所以如果以手機通訊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 每個手機它發射中間接受 當然要共享一個 Codebook 那所以說呢 到最後我們要描述這個 Excitation 只要去描述 我們今天最佳的這個 Codebook 是這個第幾條 Code 比方說第 187 條 Code 那 187 1到1024 只要用10個 Bit 就可以描述 這是非常非常少的資訊量 所以這樣就是等於把這個 Codebook 禮貓換態值 把原來 Excitation Source 取代成是一個 Fundamental Period 加上這個 Codebook 的這個 Number 是在第幾條 Code 這樣子呢 就可以描述一個 Excitation 傳到這個收信端的時候 它就能夠重新把語音來合成 這也是我可能之前有跟各位提到說呢 在我們現在的手機通訊裡面 語音你很難想像的 都是在你的手機已經 Real Time 能夠是完全是重新合成過 送出來那些的 你的嗓音完全是被這個 Codebook 裡面的一個 Code來取代 這邊跟講一個笑話跟做剪輯 那我姊姊 老姊 希望你看這張影片 那我姊姊她在美國讀書 那在波士頓 那就是謝謝MIT的朋友 那MIT朋友 他們就說他們都有辦這個電影欣賞會 那電影欣賞會呢 可是在電影上映之前呢 你就發現MIT的學生他們會開始 喊一些 Number 然後說有人講 25 然後就一下子開始笑 然後又有人講說 86 那有另外一群人就開始笑 有人講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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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那也有一群人開始笑 那不是MIT的學生就覺得 奇怪 MIT的學生怎麼聽到 Number 都會覺得很好笑 後來他們才知道說 MIT的學生每個人入學 不知道是真來假的 也許是我姊姊她騙我了 他們就這個笑話是說 MIT的學生他在入學的時候 都會獲得一本笑話手冊 那每一則笑話都有一個 Number 那所以當MIT的學生 如果他就把所有的笑話都背起來 他們就不用再講笑話 他們只要喊說這個是笑話第幾則 大家就會哄堂大笑 這個的意思就有點像我們今天這個碼本 這個 codebook instead of去描述你嗓音的這個所有的這個 detail 乾脆我們把跟嗓音最接近的 把它抽換成這個笑話第幾則 那所以我們就不用再講笑話 直接把這個 codebook的第幾個 Number 送到這個收信端 他在那邊重新合成聽起來的聲音也就彷彿是 這個電話另一段人講話的聲音 那以上這個跟大家分享 那麼最後呢 最後跟大家提一下 這個語音的東西其實要聊真的聊不完 那給大家提供兩個重要的 reference 第一個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Codebook Excited Dinner Prediction 它的原初的這個論文 1985年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把它找出來 在30年前就已經想到要用這個 2.4Kbps 這麼低的壓縮量 這麼低的資料量來壓縮語音 那已經當時已經有人想過 這是第一個 reference 第二個這個 reference還不錯 這個 reference呢 是由這個 Rubiner 跟 Schaefer 這兩位 Rubiner 她是 AT&T 她這個資深的這個 等於說基本上應該是語音 這個通訊的推手 全世界的這個語音教父 我們基本上可以這樣講 那她在後來到這個 200幾年她這個退休以後呢 她就到學校去任教 那所以我就發現說呢 在2007年的這年 經由一個 Stanford 的大學的 這個 Robert Gray 這個教授 我邀請他們去針對這個 Speech Processing Digital Speech Processing 這個主題她寫了一篇 paper 這篇 paper 長達194頁 所以這是一個 等於是她把它多年來研究精華 她跟這兩位學者 他們多年來研究精華都貫注在這個 叫做 Monograph 這樣一篇 paper 裡面 那這篇 paper 完全是採取 Open Access 的模式 我們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增長 可以去把它下載下來 那麼以上就是我對於這個 Linear Prediction 跟各位大家所有的分享 謝謝